风格 莫无名把苏九送回房间 放在了窗榻上 消磁到家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本王心脏不好 我想洗澡 本王去给你准备热水 当他走出房门 蹦的一下站起来 扭头往后看 果然看见 后面大片的血迹进了出来 长时间当男人 他都把这茬给忘了 脑壳疼 张郁闷着呢 谁知莫无名去而复返 面色阴沉地冲到他面前 你不是说没受伤吗 他就这么防备本王吗 一股愤怒涌上来 他伸手就去扯他裤子 本王看看伤口又多小 我 你别碰我 你个王八蛋 是不是想趁着我受伤 对我用强的 你这个禽兽混蛋 不要脸 你误会了 本王只是想给你 检查一下伤口 检查你妹 我的洗澡水呢 在门口 本王去搬 他用最快的速度回来 就看见那屁股跑在下 全是血 他才会急冲冲地冲进去呢 谁知道 他还误会的 素酒抬眼 果然看见门口有个洗澡桶 冒着热气呢 所以他只是速度快 不想他等太久吗 一时间心情复杂起来 莫无明也没解释 走出门口 一甩袖 把洗澡桶甩进了房间 温温落下 像个赌气的孩子 哼了一声 然后啪唧 关上门 素酒张了张嘴 莫名感到一丝懊恼 他看不见她的本体 他何必那么激动呢 可是他要看哪 这他妈太难淡定了 素酒用力甩了甩脑袋 拿了干净的衣服 又用纱布和绷带 自制了垫子 糟心地要命 洗完澡 把脏衣服丢在水里 用本命火种一把给烧了 毁尸灭迹 望着房门 思索再三 好宽 还是睡觉吧 实际上 他就是不想面对莫无名 选择当鸵鸟了 门外 莫无名单手 腹背而立 挺拔的身姿 孤傲清冷地站着 安静下来之后 眼前不断地闪过 少年染血的裤子 以及 他那惊慌失措的神弹 隐隐约约之间 他好像错过了什么 可究竟错过了什么 又想不起来 九哥也不知道怎么样 身体好像特别不舒服 早看见他脸色不好了 就该阻止他上台的 该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 你们别瞎猜了 等一下先看看怎么样了 嘘 明王在哪呢 几个人站在院子里 看向门口的男人 明王大人 九哥还好吧 你们说九儿上台之前就不舒服了 九哥脸色很苍白 而且肚子疼 肚子疼 你的伤口在哪 你的伤口在哪 苏九瞥了他一眼 捉摸着他的眼神 应该是没有发现什么 宽了心了 在哪你又看不见 反正就是小声 看不见 可以用摸的 摸你大眼 苏九敏唇 快速往旁边挪了挪 不方便 莫无名几乎是挨着他 也挪了挪位置 凑到他耳边 语气悠悠的 哪不方便啊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边 苏九呼吸一致 心跳骤然加快 我哪都不方便 少翻人 他偏了偏头 冷着脸 躲开他的轻易的接触 现状 莫无名下巴抵在他肩头 视线微垂 看着少年 白皙而微微泛红的波格 不由眯了眯眼 故意凑近 目光几乎是贴在他的脖子上 像是为了确认一样 他抬手 顺着少年的脸颊 握住他白皙的脖子 指甲磨缩了两下 苏九抿着唇 一动不动 要是以往 早就拍掉他的闲珠手了 偏偏经典 像是证明什么一样 杠着脖子挺着 停滞了片刻 苏九斜着眼梢 你到底什么意思 莫名没吭声 倒不是不想说话 只是大脑有些瘫痪 指尖传来的细腻感 再联想到以前忽略的东西 心脏像是坐上了云霄飞车 上上下下 翻来覆去 我不是随便的男人 你要是这么想跟人做 旁边房间里好几个 谢臣和齐少 哪个都行 莫名宝纯 敏成一条线 眸光转身 阴沉地看着这个自称男人的 撒谎精 凄厉的眼神就像是刀子 仿佛要把苏九千刀万刮了 苏九没想那么多 只当是他的话刺激到他了 他抱着双手 还挺得意的 少请 莫名站起来 你说得对 天底下男人这么多 本王何必吊死在你这棵树上 说完 一甩袖 头也不回地走 砰 房门被狠狠地甩上 苏九撇了撇嘴 没当成一回事 反正他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有本事就一辈子别找他 抱着这个想法 持续了半个月 莫无名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苏九趴在桌边 满心费解 不就是一句话吗 至于棲这么久吗 妈的 稀罕他似的 不来拉倒 死了更好 一日 明王府书房 本王长这么大 还没被人这么耍过 这件事 九爷可能没机会跟您说 没机会 这么久的时间 他没机会跟本王说吗 他就是狼心狗肺 这么久 居然能跟本王同事一趟 不露出任何马脚 您确定他从来没有露出过马脚 莫无名咯噔一声 不说话了 确定个屁 不论是洗澡 擦药 他都有机会发现的 却根本没往那个方面想 就算是想 谁也不敢想啊 哪个女人能胆大包天 若无其事地跟男人一起泡温泉呢 那就是个有眼无助的女人 坦诚相见那么多次 每次盯着她看 她竟然都不动心 嗯 不是有眼无助是什么呀 等等 明大 您没事吧 这件事保密 清言也必说 明大 九爷不是坏人 准备膳师 他不是要玩吗 他就陪他玩 看看到底是谁嫌玩不下去 占流云冰块脸 在慕名离开之后 彻底粉碎了 九爷居然是女人 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消息啊 玄天宗 明王一直没出现 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 嗯 宿哥 要不我就帮你找找明王 苏九没搭理他 低头吃肉喝酒 吃什么 我觉得你上次说的有点过分 明王大人他 这么快就吃完了 齐少赶紧用袖口擦了擦嘴 笑眯眯地朝着苏九的方向 弯了弯腰 很快 脚步停下 随之而来的 便是熟悉的龙咸香 苏九没动他 莫无名冷着脸 看着一动不动的苏九 心里生起一股无名火来 本王来看你了 苏九长节轻颤 冷淡地凹了一声 丝毫没有跟他对视 或者是看他一眼的打算 本王带了上好的韭菜 很快 后面跟着的侍卫 便拎着一个个石盒 把长桌摆满了 说是满汉全席都不为过了 众人看得目当口呆 偏偏少年坐在那儿 没有太大的反应 甚至抬眼环顾一周 冥王请客 都别客气 众人吞了吞口水 倒是想不客气 可是不敢呢 苏九没管他们 瞥了眼那摆在桌角的石坛酒 一言不发地拿起 仰头好饮 本王陪你喝 不敢当 您可是冥王殿下 喝坏了赔不起 莫名面色一浆 他今日带这些东西过来 就是故意恶心他的 没想到 把自己给恶心到了 没想到